我们先来把这颗大花菜称一下 一般炒一碗花菜的量是500到600克 所以一颗一公斤的花菜可以做两份 首先将花菜底部的菜梗去除 然后将花菜用刀切开 再去掉中间硬硬的菜梗 盆里放5克盐 加一半水 用盐水浸泡清洁 将花菜用手一个一个掰下来 太大炒的时候容易生 太小又容易糊成一团 所以要控制好大小 用盐水浸泡一方面还有杀菌的作用 简单淘洗后浸泡15分钟 时间到了后将花菜沥干水分 接下来的关键一步就是蒸花菜 也不要垫蒸笼纸 目的是提前使花菜软糯 减少高温油炒的时间 放入网架 然后蒸15分钟 当然 如果直接用直火蒸 效果其实是一样的 蒸好了 取出花菜 稍稍放凉 这个时候 我们正好来调个勾芡酱汁 在100克水中 加入10克猪骨浓汤 然后用筷子混合一下 再加入11克玉米淀粉 再次搅拌均匀备用 锅中放入稍多一点点的食用油 开大火 让油温升至160摄氏度左右 再放入花菜 将蒸笼里的花菜倒入锅中 快速翻炒 炒到花菜上出现一点点焦灼色 马上改小火 就像这样 看到了吧 然后加入半勺盐 2.5克 加入一勺糖 3.5克 再加入一勺15cc蚝油 再次翻炒均匀 然后转中大火 连续翻炒三分半钟 可以翻炒10秒 平等5秒 一次重复 这样才能使做出来的花菜 口感软弱好吃 很多家庭 因为没有先蒸后炒的步骤 所以炒的时间无法把控 时间少了口感生硬 时间长了 浮成一盘 每次还要回炉 时间到 然后加入勾芡酱汁 继续大火翻炒50秒 带酱汁变得浓稠 就可以出锅了 我们来替大家尝一口试试味道 确实鲜香美味 软糯可口 喜欢就分享出去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